请先看到试算表 看不懂没关系 我也不敢保证绝对正确 人活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进星 首先我们看一下四星跟五星张飞的素质差异 光看战斗力就差很大了 血量也是相差非常多 在校场PK方面 五星张飞不止爽虐四星 还顺便把我全队给灭了 让我撕裂你 无奈常山赵子龙 很惨 了解星级的差异后 请看图 假设我开局想要一只五星旅布 就要先准备两只四星旅布 再巴拉巴拉合成上去 假设我开局想要一只六星旅布 就要先准备四只四星旅布 再巴拉巴拉合成上去 假设我开局想要一只七星旅布 就要先准备八只四星旅布 再巴拉巴拉合成上去 考虑到旅布抽卡获得的几率宇宙无敌超级低 要想进星 一阶会比一阶恐怖 呵呵 接下来看到进星所需的经验值部分 请看试算表 杂七杂八的数据不用管它 我也懒得解释 游戏初期你绝对不可能有大量的千夫长可以吃 所以像进星成本非常坑的食夫长这种垃圾卡 你游戏初期硬吞也要吞下去 其他就选你能接受的或手边有的现货去吃吧 最后可能会有人想知道 何时才能刷到千夫长 我大概是游戏完了五天之后 才把进度开到五之一 用二十八级四星角色刷五之一挺累的 而且每场要三战令 获得几率目测约二十趴左右 以上Google姐姐配音881 附录连刷首十抽与三星随机近四星与二次十抽的全记录 越刷越伤心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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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